加州尔湾大学消化系统疾病中心 希望您即将进行的结肠镜检查 能够带给您最佳的体验 什么是结肠镜检查 进行结肠镜检查的目的 在于检查结肠内部有些什么情况 以及您结肠的健康状况 结肠是肠道系统的最后一部分 它从您摄取的食物中 吸收水分与养分 进而形成粪便 医生将在您的结肠内 置入一个小型柔性的摄像机 来检查您的结肠是否有受伤 出血出现息肉的情况 息肉可能是无害的组织生长 也有可能是癌症的早期肿瘤 结肠镜检查 通常需要20到40分钟 我该如何完成肠道准备呢? 结肠镜检查前 您需要完成清洁结肠的准备 以便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您结肠的肠壁 因此手术前一天 您只能摄取瘤脂饮食 如果您的医疗服务团队担心您有吞咽问题 或您的消化系统速度减慢 他们可能会要求您前一天不能进食 较困难的部分 是从检查前一天下午5点开始 您将饮用2公升的肠道准备剂 您将饮用2公升的肠道准备剂 或饮用时四处走动 有助于您喝完准备剂 开始饮用准备剂后 您会想要排便 这是一件好事 停止排便后 请您试着休息一下 然后检查当天凌晨5点开始 您将再次饮用剩下的半瓶 也就是另外2公升的准备剂 最好每15分钟喝一杯 直到喝完为止 您可能会感到不适 恶心 呕吐 或抽筋 这些都是服用准备剂 已知的副作用 有时可能会出现这些症状 您可以根据需要 服用抗恶心的药物 在检查当天的早上 您应该已经清空肠道内的粪便 如果您无法喝完准备剂 或者排便不顺 请告知护士 他们可以协助您 设法完成您肠道的准备工作 让您不需要再次重复整个过程 为什么一定要喝完肠道准备剂呢 请您务必喝完所有的肠道准备剂 以增加您结肠保持最干净状态的几率 好让医生可以清楚地看到您的结肠壁 如果没有喝完肠道准备剂 医生将很难确诊 您的肠道是否出现任何问题 结肠镜检查时会经历哪些事情 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肠胃科检查室的环境 与检查的过程 这里是检查的等待区 您将在这里向护士报道 然后您将被带到检查室 里面有影像观测器 可以让您的医生 查看您结肠内的状况 如果您不想在结肠镜检查时 保持清醒 医生也可以为您做麻醉 当您在术后观察区醒来时 您的医生将与您讨论 结肠镜检查的结果 以及检查过程中的发现 加州尔湾大学 消化疾病中心的所有同仁 非常欢迎您来接受结肠镜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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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